這段時間,寶差沒有女兒,見得下今季又沒有吵鬧。 代人忽然親熱起禮,一家人都覺得很奇怪,薛兒媽十分歡喜。 她想著一定是薛盤娶這個媳婦那時候,不知道充犯了什麼,才敗壞了幾年。 現在搞出這樣的事,幸好家裡有錢,賈婦出來,才有些子妄。 薛婦忽然安分起來,或者是盤兒轉運了。 這一天,吃完飯之後,薛兒媽帶著童貴來到今季的房間看看。 她走到院裡,聽見有個男人跟今季說話的聲音。 薛兒媽說,大奶奶,老太太過來。 她說著,就走到門口,看到有人拍在房門後一縮。 薛兒媽嚇了一驚,倒退出來了。 甘季說,太太,跳進來坐吧,沒有外人。 她是我過繼兄弟,住在村裡,不見慣人的,沒有見過太太。 薛兒媽說,既然是老太太,不見慣人的,不見慣人的。 薛兒媽說,既然是老太太,不見慣人的。 甘季叫她兄弟出來,見過薛兒媽,一問好之後,坐下來,聊起來。 薛兒媽說,老太太,上京多久了。 甘季的兄弟叫做夏三,她說,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哥計算了來,前日入京,今天來看姐姐。 薛兒媽看見那個人,也不是很正派的樣子。 甘季坐了一會兒,她便起床,說,老太太,你坐吧。 甘季轉頭,就跟金貴說,老太太,第一次來,留在這裡吃飯才走。 甘季認了,薛兒媽就走了。 甘季見到婆婆走了,就跟夏三說, 甘季坐了,今天是名正言順的了,不用我們爺爺查考你了。 我今天還要叫你買的東西,不要給別人看見。 甘季交給我就行了,你要什麼?有錢我就買得到。 甘季說得那麼聰明,你買上當我就不要了。 甘季兩人在這裡說笑笑,然後就吃了飯。 甘季又告訴她買什麼買什麼,逐負一番。 夏三就走了。 從此以後,夏三就經常來來去去。 有個老大的看門人,知道是個舅舅來的。 時時見到夏三來,都不去回報給薛兒媽媽知道。 有一天,舅盤就有信寄回來。 薛兒媽媽開了,就叫寶差看。 見到上頭寫著, 南在怨女也不受苦, 母親放心。 但昨日怨女書辦說, 婦女已經準場, 想是我們的人情到了。 豈知婦女長上去, 道女反駁下來, 虧得怨女主民相公好, 立刻做了回民頂上去。 那道女卻把知意怨申戚, 現在道女要親體, 若一上去,又要吃苦。 必是道女未托道, 母親見字快快托人求道爺, 還叫兄弟快來, 不然就解道道女。 不然, 賤子短不得, 火燭火燭。 薛兒媽媽聽了, 又是哭了一場。 薛兒媽媽一邊勸她一邊說, 事不宜遲。 薛兒媽媽又叫薛兒媽媽去院去照料, 叫人馬上收拾行李, 兌換銀兩。 薛兒媽媽和一個伙計連夜起情。 那時刀手忙腳亂, 寶差入下, 雖然有些下人, 知道上得不夠周到, 自己親自來幫忙, 一直搞到四更天才休息。 寶差到底是個富家女, 嬌生慣養的, 辛苦了一夜, 又心急, 那一刻就發起笑, 到第二天, 連湯水也喝不下, 那嬌兒就去告訴薛兒媽媽, 薛兒媽媽快點來看, 見到寶差的臉紅瀑瀑的, 身體熱得燙手, 聲音都不想出了。 薛兒媽媽就放起來, 哭得要生要死, 寶琴就快點勸她, 香檸都起勢哭, 流眼淚就一尾在喊寶差。 寶差又不懂得出聲, 手又不懂得動。 後來, 請醫生來調治, 漸漸地申醒。 薛兒媽媽這樣才放心。 這件事, 早就驚動了榮寧兩府的人, 先是奉者叫人來, 送些十香還雲丹來, 隨後王夫人又送些自寶丹過來。 賈母營夫人, 王夫人以及尤士等等, 都打發丫頭來問候過了, 就是不讓寶玉知道。 一年醫了七、八天, 都不見孝, 還是寶差自己想起那些冷香丸, 吃了三顆, 才好了。 後來寶玉知道的時候, 她已經病好了, 寶玉就沒有去看她了。 那時候, 薛兒媽媽又有信回來了。 薛兒媽媽看了之後, 怕寶差擔憂, 不讓她知道, 自己去求王夫人, 順便說說寶差現在的情況。 說完之後, 薛兒媽媽走了, 王夫人去求賈政。 賈政說, 這件事上頭可以託, 底下難託, 必須小心才好。 那王夫人呢? 又提起寶差的事, 王夫人就說, 這個女兒真苦啊, 現在既然是我們的人咯, 就應該早些娶過來才是的, 不要等她糟糕的身子呀。 賈政說, 我也是這樣想的, 但他們現在忙忙亂亂, 況且將近過年, 各家都要料理一些家母。 不如金冬定了親, 明春再過禮, 過了老太太生日, 就定了日子取, 你和薛兒媽說一下吧。 到了第二天, 王夫人就把賈政的意思 和薛兒媽說了, 薛兒媽想起來也是的。 吃完飯之後, 王夫人就陪著她去賈母房, 大家讓座了, 賈母就說了, 是, 太太, 剛剛過來啊。 薛兒媽就說了, 昨天過來的, 因為晚上沒有過來 和老太太請安。 王夫人就把賈政昨晚刻的說話 和賈母說了, 賈母就很高興, 說說說, 寶玉就進來了, 賈母就問她了, 吃了飯了嗎? 寶玉就說了, 剛從學堂回來, 吃完還要去學堂, 先來見老太太, 又聽說姨媽來了, 我過來和姨媽請安。 寶姐姐, 好很多了嘛。 薛兒媽就說了, 好很多了。 本來, 剛才大家在說寶玉的事, 見到寶玉進來, 都閉著不開聲了。 寶玉在這裡坐了一會兒, 見到姨姨媽不像以前那麼親熱, 寶玉就想了, 雖然現在沒有什麼心情, 都不用大家都不說話。 她就滿腹猜疑, 後來自己就回到學堂了。 先一陣子, 寶玉住的兒紅院, 裏頭有幾棵海塘, 本來就敷了, 沒有人去淋水打理。 誰知有一天寶玉走過, 看見枝頭上面, 好像有些花籃一樣。 那些人都不信了, 沒有意義, 沒有理會她。 誰知第二天, 開了很美的海塘花。 每個人都很奇怪, 爭著去看。 連老太太和太太都走過來看花。 代玉也聽聞這麼說, 知道老太太都去了, 代玉就跟了衣, 沼沼鏡, 搏搏的奔髮, 就由子娟扶著去到兒紅院。 見到賈母已經坐在寶玉的臥塔, 代玉就上前請安, 然後見過嬴夫人王夫人, 又跟李玄、探春、昔春他們幾姐妹問過好。 當時只是鳳姐因為病沒有來, 大家說了一陣笑, 研究起那些花, 為何開得這麼古怪呢? 賈母就說了, 這種花應該是三月開的, 現在十一月, 因為節氣遲了些, 還算是十月, 那就應了十月小陽春的天氣, 因為暖, 那些花就開了。 王夫人就說了, 老太太見得多, 說得對的, 那就開得不足為奇了。 刑夫人就說, 我聽說這棵花已經枯毀了一年了, 這趟不應時節開, 就一定有緣故的。 李玄就說了, 老太太和太太說得對的, 我想當然是寶玉有喜事到, 那些花就先來報信了。 探春在場, 是她一個人不出聲, 她的心就想, 一定不是好意頭的。 但凡順者昌, 逆者亡, 草木都知運, 不是時候開, 一定是妖孽。 只不過她這樣想, 又不要說出來。 後來賈謝、賈政、賈環、賈蘭, 都進來看花了。 賈謝就說, 我就說斬了她, 一定是花妖作怪。 賈政就說, 見怪不怪, 奇怪自敗, 不用斬她, 娶她就是了。 賈母就說, 誰在亂說, 一家有喜事好事, 什麼怪不怪? 若然有好事, 你們去想, 若是不好, 我一個人去想, 你們不准亂說的。 賈政聽了, 就不敢出聲, 不好意思, 就跟賈謝走出去。 賈母高興起來, 叫人去除房, 快點預備酒席, 大家來賞花。 寶玉見到賈母高興, 她更加興起。 後來她一想起, 情文死的時候, 海棠死了, 今天海棠復生, 我們院裡的人當然會好起來。 但是情文, 就不可以像花一樣死而復生。 一想到這樣, 寶玉即時又轉起為悲。 賈母坐了半天, 然後呢, 就讓丫頭扶著她回去。 黃夫人她們就跟著過去, 看到平兒笑眉眉的形上來, 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那裡賞花, 她不能來, 叫老太來服侍老太太和太太。 還送了兩批紅袖, 被寶玉爺帶著花花, 當作賀禮。 而賈人接了, 递給賈母看。 賈母很開心, 對呀, 還是馮丫頭會做呀, 看起來又看面, 又新鮮, 很有趣呀。 那賈人和平兒就說了, 你回去和寶玉爺, 多謝二奶奶, 有喜事, 大家同喜。 賈母就笑了, 哎喲, 我也不記得了, 馮丫頭病緊, 所有人都想到� Dziękuję, 我想到, 既然有一旦撒絕了。 一旦撒絕了, 眾人就跟他走回 700. 那賈人儒然和下一位他回ctica。 平兒就會和賈人說:" 我們奶奶說, 那些花花花花素奇怪, 讓你剪发紅袖 Heights, 掛上去了, bait刎在喜事上去了。 以後不要 даже別那個小事亂下來。 而賈人就回答搭著, 然後送 consol完蛋去。 那個寶玉呢?那天本來他穿著皮奧在家裡休息,看到花開就走出去看,心裡就在那些花上來,忽然間聽說假帽要來,他換過一件胡翼箭袖,就罩了一件黑胡腿皮的外掛,當時就匆匆忙忙換衣服,就忘記了掛起通靈玉,及後來假帽走了, 他換衣服出來的時候,習人看他頸上沒有掛著肺肉,就問他,那肺肉呢?寶玉就說,剛才換衣服脫下放在礦桌上,沒有帶到,那習人看著桌上沒有肺肉,就到處去找,怎知道全無蹤影,嚇到習人整身冷汗,寶玉就說,不用急,是屋來的,問問他們就知道。 什麼?什麼習人以為蛇穴他們收起來嚇嚇她的?那就笑笑口就說蛇穴他們了。 壞女,不可能怎麼玩呀?收起來在哪裡來呀? 真的不見了,大家都聽死了。蛇穴他們就正正經經地說,哎呀,怎麼這麼說呀?玩時玩笑時笑而已。 這件事也好玩呀?你別亂說呀,你自己猛了是真的?想著想,放在哪裡? 習人看見他不像玩笑的,那就急了。哎呀,黃天菩薩小祖宗呀,你放在哪裡來呢? 寶玉就說,我看到明明放在礦桌上,你要穩真點呀。 那麼習人呀,蛇穴呀,秋文呀,他們都不敢讓人知道。大家就偷偷到處去找,搞了大半天,甚至翻箱賭籠都不見影呀。實在是沒有好找呀。 所以才剛才進來的那些人呢,不知道是誰撿了去呀? 習人就說,哎呀,進來的那些人呀,誰不知道快玉更重要過命呀?誰敢撿了去呢? 你們不要說話,快點去郭樹問一下,如果有哪位姐妹撿了來嚇我們玩的,那你就跟她扣頭拿回來。 如果那些小丫頭偷了去,那她問出來,也不要回給上頭知道呀,送些東西給她換回來就算呀。 哎呀,這趟真是大件事了,不見了她呀,比不見了寶兒爺更重要過不見了寶兒爺的。 那麼蛇穴和秋文,剛剛想走去,習人有次追上去祝福他們說, 剛才在這裡吃飯的,就不要去問字呀,天啊找不出來,再惹出風波就更加糟了。 那麼蛇穴他們呢,就按照吩咐,分頭去各處問呀。 怎知道個個都不知道呀,聽到都很驚異。 蛇穴他們回來之後呢,幾個人一個個目瞪口外呀,對著好像傻了一樣, 寶玉都嚇到目了,襲人又急得乾癇,找又沒有地方找,回報上去又不敢。 那麼兒紅院內呢,一個個都好像木雕黎素的樣子。 那麼後來,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就叫先關上院門,就派兩個婆子,帶兩個丫頭再去各處找找。 一邊又通告眾人,說誰找出來呢,重重有想。 那麼大家呢,一來就想說擺脫天蓮,二來聽說有重想,所以個個都拼命找了。 連茅廁都找到了,誰知道那塊玉,就好像瘦花針一樣,找一整天都不見影。 李遠就急了,他就說,唉,這件事不是好玩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事到如今,都不顧得那麼多了。 現在原來除了保育,都是女人來,要求各位姑娘,叫根黎的丫頭,都除了衣服,大家去搜一搜。 如果沒有,就再叫那些丫頭去搜那些婆子和下面打紮酒店的丫頭。 大家都說,哎呀,那又是,現在人手多,手腳亂,如龍混雜,搜一搜,你們都可以洗清一下。 誰知道就是探春了,沒有出聲。 那些丫頭仔,個個都想說洗清一下自己的。 那先由平兒手起,平兒就說,由我手起,於是各人都解開那些衣服, 李遠就一個個去搜,探春就說李遠了。 大嫂,你都學過那些沒本事的東西,那個人偷了,還放在身上來嗎? 放在這件東西,在我們家裡就當寶,去到外面,不知道它就當廢物,偷它做什麼。 我想一定是有人想弄鬼人的。 眾人聽到這樣說,又看著她現在還不在。 剛才來看花的時候,懷疑整個屋子亂捐, 所以大家都懷疑到她睡了,不過又不想說明。 譚春就說,是反而會弄鬼人的。 你們找個人去靜靜叫她來,哄她,叫她拿出來, 然後就嚇她,叫她不要說出去就算了。 個個都頭髮髮髮說對了。 李遠就跟平兒說,這件事還是李去治說得清楚。 平兒就答應了,快點去吧。 沒多久就帶了懷疑回來。 眾人就炸家衣服沒事,叫人沖碗茶放在房間裡, 然後一個個借戶走開了。 平兒就笑笑口地跟懷疑說, 你兒哥哥的肺肉不見了,你有沒有看到嗎? 我懷疑臉都閉嘴了,滾大眼睛說了。 人家不見了東西,你怎麼叫我來問呢? 私餘我?我是犯案的賊了嗎? 平兒看到她這樣,就不敢再問了。 我懷疑臉都閉嘴了。 我懷疑臉都閉嘴了,我懷疑臉都閉嘴了, 所以問有沒有看到,讓他們好找回來。 賈橫就說, 哼,她的腰在她身上來, 看不看我問她才是,怎麼問我呢? 個個都開了她,有東西的時候不來問我, 不見了東西的時候問我。 趕著她起來就走了,眾人就不要攔她了。 寶玉就急了,她就說了, 哎呀,都是這樣的事情搞事的, 我不要她了,你們不要吵了。 反而回去當然吵到整個院都知道了。 雜人那幾個,她就急到飆了眼淚了。 哎呀,小祖宗, 你覺得不見了是沒所謂的。 上頭知道了, 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 說完,就個個都在聲音裡哭了。 那眾人就明知這件事就瞞著了, 就要商量怎麼跟賈母他們說了。 寶玉就說了, 不用商量了, 就說我丟爛了算了。 平易就說了, 哎呀,寶二爺啊, 說這麼容易嗎? 上頭問起, 為了什麼事要丟爛她呢? 我們也一定死的了。 如果問我丟爛了那些碎碎, 那又怎麼辦呢? 寶玉就說了, 不如說我那天出門下跌了。 眾人一想, 這麼說還算運得過去? 但是這兩天, 寶玉又沒有去上學, 又沒有去遞書。 寶玉又說了, 怎麼沒有啊? 前幾天我還去過南安王府聽戲, 就說那天下跌了。 探春就說了, 這樣也不錯, 既然是前幾天下跌, 那為什麼當日不來講呢? 眾人正在左想右想, 怎麼說大話好。 聽見趙兒娘, 又哭又吵地走到來了。 哦, 你們不見了東西, 自己不找, 為什麼叫人靜靜靜 我們講咦兒啊? 我們家帶了一彎兒來, 交給你們這些巴結賣乖的。 要 drugs要殺, 隨你們變了。 那說完, 就將 thrilled 插掉說了, 你自己是賊啊! 快拍見了他。 劇氣反而又哭又吵。 李源正要勸房, 那些丫頭說了, 太太來了。 雜人幾人, 真的無地自豪。 寶玉就連忙出去迎接,趙二亮暫時不敢出聲,也跟著出去。 好久不見了。